第三個疑問 四方諸佛一切淨土,法性平等,空則已等。 情者普念一切空則,生一切淨土。 今來天丘異國地,與平等性乖,雲何生淨土? 這是第三個疑問,一開始說這個疑。 有疑問的人他這樣說,四方諸佛都是有淨土的,東南西北上下世衛。 這個虛空是無量無邊的,虛空裏面的世界也是無量無邊的。 世界上有很多的世界都有佛的,所以佛也是很多的。 法性平等,功德已等。 這個淨土的法性,實佛淨土,彼佛淨土,也都是平等的。 佛與佛的功德也是平等的。 沒有高下,沒有聖烈的不同。 這樣說,都是平等的。 那麼修行的人啊,我們相信佛法的人,想要到佛世界的人, 所以,應該也隨順這個平等的道理。 無念一切功德,無邊的意念一切佛的功德,求生一切佛的淨土。 這樣才對的呀。 今來啊,天球啊,佛彌陀佛的淨土,和那個平等的道理啊,有矛盾。 有了矛盾就是錯誤。錯誤怎麼能夠往上淨土呢? 這是一個疑問。 你先回答。 一切如佛的淨土啊,實節平等。真實來說是平等。 在佛的淨界來說,所有的淨土都是平等。 但眾生根頓灼爛的多。 可是我們這個,這個凡夫的眾生啊, 他的這個根性啊,很愚鈍的。 這個根呢,說他的眼耳鼻的深意可以。 眼耳鼻的深意啊,都是很癡鈍、很愚鈍。 或者說他的善根呢,很癡鈍、很愚鈍。 善根很少。 錯誤者多。 這個清淨的成分呢,不強。 那麼這個眼骨的成分特別強、特別多。 他心裏面這個貪人詞啊,常活動。 使你這個心呢,老是亂搖亂起來。 這樣的也眾生多。 要不專系一心一靜啊,三昧難成啊。 說是這個根頓灼爛的眾生多。 這樣的眾生啊,他要不專系一心、專系一靜啊。 三昧難成,他很難得到念佛三昧的呀。 專系一心這個一啊。 這個大腸杖本沒有這個一字。 有這個一也可以哈。 或者說要不專系一心一靜,也可以。 不能細心一靜。 不能專系一心。 不能夠細心一種境界。 你想得禪定,得念佛三昧是很難的了。 這個三昧的意思在後邊文在講啊。 這裡先不講。 專念阿彌陀佛,祭祀一相三昧。 就是,灼爛的眾生多啊。 他不細心一靜,他不能得三昧。 所以要專心念阿彌陀佛呢,就容易得三昧。 他能得到一相三昧。 祭祀一相三昧。 這個一相三昧怎麼講呢? 這個相啊,這就是形象。 形象啊,有方的、有圓的、有高的、有低的。 就是有種種識別相。 這個識別相啊,就是這一切因緣所生法都是有識別的。 那麼怎麼叫做啊? 一相一相就是無識別。 沒有識別相。 沒有識別相就是那個諸法識相是無識別的。 我們念阿彌陀佛啊,能得到這個真如三昧。 那就叫做一相三昧。 那要出得無聲發音以後才能得到這個三昧。 那麼這樣講,那就是聖靈的境界。 這樣講就是比較深了一點。 前一天講呢,我們不念其他的佛。 我們專心念阿彌陀佛。 心就專心這一個境界。 那麼這也就叫做一相三昧。 這樣講啊,就通於凡主也通於聖靈。 一心專志得生彼果。 為什麼要到三昧的境界呢? 因為我們的心啊,要能專移到了三昧的境界。 我們才能夠升到佛世界去的。 那麼這樣講,要說是到了聖靈的境界才能往上佛世界。 我們感覺這也是不用有。 如果是要不用到聖靈的境界。 我們能得三昧。 得三昧。 就是要得三昧。 才能往上佛世界。 這也是比較高深的一點。 我們得三昧也不容易。 但是啊,這個專志這個話。 或者說是臨命中的時候啊, 你能夠心不顛倒。 就叫做專志。 我們平常的時候啊,能誠懇地念佛。 有一定的功課。 如果臨命中的時候心不顛倒。 一心念佛。 那就叫做專志。 那麼就能夠升到佛世界去。 一心專志得成佛國。 這樣子呢,也是一定要細心一靜的。 不能散漫的。 這底下引證。 如誰願往生經。 藏經裡面有的五經。 那一部經常說啊, 普廣菩薩問佛。 有個菩薩的名字叫做普廣。 他問佛。 十方啊, 習有淨土。 至尊何故啊, 偏佔西方彌陀淨土呢? 特別的贊佔和彌陀佛國呢? 專念往生。 這個藏經本這個念字啊, 是個錢。 專念往生也可以。 那麼偏佔西方极樂世界的淨土。 專一地要叫我們念阿彌陀佛, 往生到阿彌陀佛國去。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四方世界虛有淨土嗎? 為什麼啊, 釋迦牟尼佛這麼偏心呢? 說佛告佛廣。 我們釋迦牟尼佛告開示這個佛廣。 彌陀佛提眾生心多灼爛。 所以彌陀佛眾生, 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上的眾生啊, 心多灼爛。 為此天佔西方彌佛淨土。 使諸眾生啊, 專心一個境界, 即一得往生。 要總念一切佛。 一切佛我們都念。 念佛的境界太寬泛了啊, 在心散慢了, 三昧難成。 就不容易得念佛三昧。 那麼那就不容易往生了。 所以啊, 要偏佔一佛, 偏佔阿彌陀佛。 三昧難成, 三昧易成。 容易得三昧, 不容易得三昧。 用這樣的理由啊, 所以要偏佔一佛的淨土。 這底下又說出了一個理由。 又求一佛功德, 與一切佛功德, 一切佛的功德也是沒有識別的。 一味佛的功德, 和其他一切佛的功德是無識別的。 因爲什麽呢? 一同意佛法性過。 因爲此佛的法性, 和彼佛的法性啊, 是相同的。 都是啊, 一切延誤啊, 最極清淨的, 無量空的莊嚴的。 為此念阿彌陀佛, 紀念一切佛了。 因爲這個啊, 理由啊, 我們能夠意念阿彌陀佛, 也就等於是, 意念了一切佛了。 因爲都是平等的嘛。 聖一淨土, 即聖一切淨土。 因爲一切淨土都是平等的嘛。 所以我們生阿彌陀佛的國, 也就是生了一切佛的淨土了。 這是要在平等的道理上講。 其次呢, 我們呢, 要能生到阿彌陀佛的國, 所以阿彌陀佛去修行啊, 去消息啊, 我們的道理增長了, 我們可以隨意地可以到一切佛世界去淨。 所以聖一淨土, 即聖一切淨土。 這底下要引著《花眼睛》做證明。 故《花眼睛》上說, 一切諸佛身, 即聖一佛身, 一心一智慧, 利物為益。 我查這個《花眼睛》的原文啊, 這當然是, 《禁一》的《花眼睛》, 《六十卷》的《花眼睛》。 是, 一切諸佛身, 即聖一佛身, 那這兩個字不對。 唯是一法身。 這句話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這麼說, 一切諸佛身, 唯是一法身。 一心一智慧, 利物為益。 是怎麼樣。 不過這四句話, 這個唐一的花眼, 也是這樣。 一切諸佛的身, 唯是一法身。 是彼佛的法身, 即是此佛的法身。 是沒有此別的。 所以我們凡夫的身體。 你是你的身體, 我是我的身體。 那麼是不一樣的。 你的智慧比我高, 你的壽命比我長, 你的身體也比我健康。 這不一樣。 不是一樣的。 但是佛的法身, 不是。 佛的法身, 都是一樣的。 但是裏面也有些分別。 要是以諸法實相, 做佛的法身。 那麼, 就是持佛的法身, 即是彼佛的法身。 那個提性是一個。 提性是一個的。 是這樣的。 不是有數量的。 不能分別, 這是你一個佛的法身, 這是又一個佛的法身。 不能這麼分別的。 要是說是, 做佛的這個心, 佛的智慧, 佛的身同道理, 種種功德法的這個法身的話呢。 那麼這就是有數量了。 那麼這個佛的智慧, 不是彼佛的智慧。 那麼各有各的智慧。 但是彼此是相似的。 持佛的法身, 彼佛的法身是相似, 相同的。 沒有高相。 所以也可以說是。 一心一智慧, 立無為一。 這個一心一智慧, 這個一啊, 一心一智慧, 這個一啊, 就是相似, 相似明義。 這個心, 一切佛都有無垢實。 無垢實是心。 這個清靜的實。 一心啊, 一智慧。 這個智慧, 這個智慧就是佛的無分別的智慧。 一切真相的智慧, 根本的智慧。 底下, 立無為, 這個, 佛就是後德智。 一心一智慧, 這個智慧啊, 就是那無分別智。 底下, 立無為就是後德智。 或者說, 一智慧那個無分別智就是如理智。 立無為就是如量智。 就是觀察一些原體法的, 那就是如量智。 觀察諸法實相的智慧嘛, 就是如理智。 這個立啊, 就是始終自立。 無為就是事物, 始終無所謂。 也都是啊, 一切佛彼此是相同的。 始佛的智慧和彼佛的智慧是沒有差別的。 這是華眼鏡上這樣說。 又雲, 譬如靜滿月, 蒲映一切水, 影像雖無量, 本月未成二。 這底下又是華眼鏡說, 說一個譬喻。 譬如說, 天空裡面那個清靜的, 圓滿的月亮。 蒲映一切水, 在這個地面上一切的河流的水裡面, 每一個河裡面都陷出來天空這個月亮。 這個月亮, 天空影上來。 天上那個月亮只有一個, 但是它能夠陷到一切水裡面去。 影像是無量。 地面上那個水, 這個影像, 月亮的影像, 雖然是很多, 本月未成二。 根本上天空那個月亮還是一個, 無知別的。 如是無愛知成就等正教。 在底下, 把這個月影的這個比喻啊, 現在正面說佛的境界。 如是無愛知成就等正教。 像佛的那個無障礙的大智慧, 就是如理之, 如量之啊, 合起來就是佛的一切種子, 無障礙的智慧。 這無障礙的智慧, 圓滿了, 就是成佛了, 成就等正教。 等教啊, 就是如量之, 正教就是如理之。 那麼合起來還就是無愛知。 這是佛的法慎。 這樣說法慎是有限的法慎。 應現一切差, 它能夠顯現在一切的世界去, 在那一切的世界裡面成佛了, 多化眾生。 佛是無障礙。 但是無愛知成就等正教的那個佛, 還是無詞別的。 就像天上的靜滿月是一個, 能服應一些誰那樣。 這樣說呢, 這個無愛知的等正教啊, 就是佛的原本報身。 應現一切善嘛, 就是佛的應化身。 化身是有無量無邊的, 但是佛的無愛知是等正教, 是無詞別的。 根本的佛只有一個。 智者一疲癒得解。 這個有智慧的因呢, 用這個疲癒, 就可以明白佛的境界。 智者要達, 要能達一切的月影, 即是一月影。 一月影即是一切的月影。 那麼智佛和彼佛無詞別。 月影無二故。 這一句話, 照前面來說, 應該說是本月無二。 本來的那個月亮是無二。 這是這個月影。 底下說佛的境界。 一佛就是一切佛。 這個應化身佛, 同那個應化身佛, 是無詞別的。 一切佛即是一佛。 法身無二故。 因為佛的那個等正教啊, 那個法身是無詞別故。 這樣解釋呢, 就是, 阿彌陀佛, 他的這個法身是一個, 他的應化身無量無邊, 在一切世界多化眾生。 那麼我們念這位佛, 念那位佛, 都是等於念阿彌陀佛。 可以這樣講。 這樣講, 但是阿彌陀佛在极樂世界的名字, 叫阿彌陀佛。 但是阿彌陀佛到他方世界成佛的, 事先的化身啊, 他不叫阿彌陀佛。 他的名字改了, 名字叫別的名字了。 那麼我們念其他的佛, 也就是念阿彌陀佛。 念阿彌陀佛是阿彌陀佛, 念其他的佛也是念阿彌陀佛。 釋迦牟尼佛是讚嘆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嗎? 勸我們念阿彌陀佛, 就是念一切佛。 那麼這樣解釋啊, 我想各位心裡面可能會有的問題。 就是, 釋迦牟尼佛也有法身啊, 阿彌陀佛也有法身啊, 阿彌陀佛也有法身啊。 那麼念阿彌陀佛是阿彌陀佛, 念阿彌陀佛還是阿彌陀佛, 彼此還是不同。 那麼這樣解釋呢, 就是江財那個意思。 雖也是佛佛各有各的法身啊, 但都是相同的。 還是那邊解釋, 這個疑問就沒有了。 師也念一佛時, 祭師念一切佛也。 我們誠誠誠誠誠的念一位佛的時候, 就是念一切佛。 並沒有啊, 比如說偏, 還是平等的。 我們求生阿彌陀佛的目的啊, 就是我們到那裡容易修行, 容易得盛道。 那麼我們念阿彌陀佛能滿足我們這個願望, 就是圓滿了嘛。 我們何必說是一定啊, 我們要念一切佛。 念一切佛實在這樣說, 心裡反正很散漫, 不容易得三倍, 反正不容易往生了。 感覺對, 我抱不起來很好。 我們又 environments,